哈喽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市面上比较热门的四款精华水 那我知道其实在精华水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牌子 有很多很多的类型 那我只挑了四款 就是最热门 我自己使用过 然后最有感受的一些精华水 首先来说的就是 蓝莫尔家的精脆水 其次是蓝莫尔家的流金水 还有蓝莫尔的鱼子酱水 以及亚世蓝带最近大火的原生录 那就让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吧 好那首先来从第一个开始说 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蓝莫尔家的精脆水 那这款精脆水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其他水粉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应该也都知道精脆水 因为它这个包装也是比较特别的嘛 那这款精脆水呢 我自己觉得它可以适用于任何的肤质 今天是敏感 干性 混干 油性 混油 中性 所有的肤质 我觉得它都可以用 因为它首先不刺激 其次它就是比较基本的保湿 就是它是可以渗透到你皮肤的基底去保湿的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大家有保湿的诉求 都可以去买这瓶水 那你如果年轻一点的话 就买一瓶水就可以搞定了 不需要再加什么各种精华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是稍微熟灵肌一点的话 可以把它当作精华水和基底液 其实它也可以当作基底液来使用的 就是先去渗入到你的皮肤底层 然后保湿打开了之后 你再用什么其他的各种功能性的精华 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大家的 这一瓶 它虽然不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它非常的划算 我自己觉得像Lamare家 就是属于那种 它单价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它就是比较耐用 这一瓶我印象 我用了将近一年 当然一年当中 我有试其他的东西 但是它还是算是非常的耐用 像有的 我在陆陆续续穿插试别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三四个月就结束了生命 这个我真的用了一年 到最后就想说 赶紧赶紧赶紧把它用完了 因为它是这样的 Lamare家的东西都是 开盖两年才会过期 所以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用不完怎么办 不会 就是它可以在手边必备 今天你皮肤特别干 或者是你去到特别干的地方 或者是皮肤有点粗糙 有点小过敏 都可以拿出来用一用 那你觉得我皮肤 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说那我就先把它放一边 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值得买 那第二个要说的 就是Lamare家的流行水 这个其实是去年新出的 我当时出完之后 就非常的长草 因为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瓶子 我觉得很高级 我是一个盐控 然后它这款流行水 是属于乳液和精华水 就是分离的 你用之前要摇一摇 那它里面倒出来的 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液体 比较稀 所有的这些精华水 都是质地比较浓稠的 唯独它这种 就是有点像 比较稀一点的乳液 那它这款 可以当做精华水 可以当做那种青乳液 如果今天你是油皮 混油皮 或者是年轻一点的肌肤 真的你就可以洗完脸 就用这一瓶 完全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你是那种 相对熟灵肌一点 可能还需要后续加 任何的影响加的东西 那它这个 很多人都抱怨说 它的硅杆比较重 确实它有点 跟它的浓缩精华很像 就是它们 有一丢丢的小硅杆 但是我觉得 不会影响你的吸收 也不会闷闭口 长痘 就完全不会 像如果大家看过 我之前烂脸的那些视频 都知道 就是我那会儿都是 靠蓝贝尔的流进水 和几乎浓缩精华 和它的那个面霜 精解面霜 就是放在一起用的 那我觉得它这款是 除了保湿之外 还有滋润 它就是高配版的精脆水吧 高配版的精脆水 原因是因为 它只有保湿 它是有保湿加滋润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脸很干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 非常就是容易 怎么讲 非常容易出油的 那你下一天不要用 就是我刚才说 如果你今天是油皮混油皮 你可以用它 但是你当然也要分季节 这个季节最好选在秋冬 如果像假设 像我是中性皮 我一年四季都可以 用干性混干就不用说了 都可以 那你敏感肌肤 也是可以选它的 嗯 就是看大家喜欢的 但是这一瓶水还挺贵的 这一瓶水 相当于是它的两倍半 我印象中我没记错的 我记得好像是 睡前两百五 这个好像是睡前一百块钱吧 还是反正一百一百一百 我忘记了 反正它差不多是它两倍半 那它也是非常耐用的 也是开盖之后 二十四个月 两年就是用完就行 所以我就是 最近的话 我手上陆续的精华液 精华水之类的 差不多用完了 我准备开始把它 就是用掉 因为我也不想说 开盖太久 然后过了一年又一年 那我护肤品买来的 就是要用的 又不是说 等着传宗接待的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 要说的就是 雅诗兰黛的原生露 这三个 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 主要的原因是 它们都是主打保湿和滋润 那滋润的效果的话 当然最好的 还是蓝面的流精水 它这款的话 主要就是 可以保湿的同时 然后修护 然后缩小毛孔 就是让你的皮肤 更加的稳定 虽然蓝面家主打 就抗过敏 就是今天你过敏了 你用它你可以平复 但它是那种 修护和平稳 就像有的人 他生理期之前 特别容易冒痘的 就是他不是长痘的肌肤 可是他会长痘痘 那就在生理期之前嘛 皮肤就肯定是什么激素啊 不稳定啊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我当时买它的最初的原因 也是觉得说 它可以平复 平复 生理期的痘痘 我觉得说 你看我用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吧 我觉得说还是非常的管用的 就是我现在差不多这个区域 就是嘴巴以上 就是不会再长生理痘 就不会像原来我生理期 是这毛颗痘 那毛颗痘 反正你看脸上多了 两三颗痘 就是生理期痘 现在不会 为什么我空下了嘴巴这边呢 是因为 我前一阵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好视频 就是我突然间就是 嗯 偶尔的生理期吧 下巴会长那种小臂口 但那种臂口 特别烦那一点 就是它不会长出来 它就在这寒着 就是你看可能也不太能看 就是但你用手一摸 你会觉得说 啊这个地儿不平 你就逐个影响 特别影响心情 在我前一阵没录视频的 大体的原因 就是下降了 当然心情啊 什么天气啊 和现在的各种 大家都在家 大家这种心都一样 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呢 还有就是 我觉得我下巴这个不平 我就特别郁闷你知道 然后呢 我就后来一开始就用这个 就强烈的用嘛 就每天早晚坚持用 因为我有的时候 可能是三天打狱 两天晒网的那种 那我就是强劲的用这个 然后每天我的用法 是用化妆棉 粘这个 就是原生露 然后开始往脸上擦 擦一遍 然后如果觉得 今天脸特别干的话 我就会再挤一泵 在脸上这样 涂在脸上 它我觉得说 它可以让你的 代谢更快一点 像我下巴有那种不平的 它之前就是 快生理期之前 它可能不平的大一点 生理期结束呢 它就不平的小一点 但是它没有发出来 它也没有自己 就是吸收过自己代谢 我自从用这个 就是用的比较勤快之后 我发现它把那些 都代谢出来 所以我这两边 有两个 就是已经发完了 现在已经平了 可能现在就在恢复 把痘印尽量的都代谢掉 就是它就可以让你 闷在里面的痘痘 发出来 当然它可能 紧局限于生理期 如果今天你说 我满脸抱痘 你用它 可以用 但是它不会说 真的让你的脸 就是代谢霉 因为我也没试过 说长满脸痘 然后开始用它 让它代谢掉 所以我不能 去给大家负责任 讲这个事 我只是说它代谢生理痘的 就是效果特别好 然后我自己 非常建议的使用方法 就是用化妆棉去擦 因为我前一阵 最开始 我你看用三分之一 我大部分情况下 可能就是挤上 洗完脸挤上 然后就往脸上这样擦 就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效果 就是好用了好用 很保湿 然后缩小毛孔 就还好 就是觉得皮肤 有变嫩 就是你每天早上 睡醒了之后 发现有变嫩 但是效果没有 非常的明显 我觉得最明显的 就是用化妆棉 沾这个 就大家可能觉得说 哇这么贵 都用化妆棉 其实它也不用 我每次就是看心情 一般就挤两泵 那你如果说 你挤一泵也行 反正你化妆棉薄一点 就挤一泵 化妆棉厚一点 就挤两泵 因为我之前是用的 那一种 滋生糖比较厚的 那个棉 所以它就是 我挤两泵 可能觉得说刚刚好 像我现在最近 换了一个比较薄一点的 化妆棉 就挤一泵 就觉得哇好湿啊 那个感觉已经 都渗透了 所以就是 根据你的那个 什么来决定 我最开始 就是用化妆棉擦 觉得哇真有效 后来中间 有一度懒了 因为我那会儿 要想把 La Perry的这个 赶紧用完嘛 所以我就 先用化妆棉擦它 然后再用手拍 我觉得效果 就没有用它 直接用化妆棉的 来得强一点 所以我就还是挺 推荐大家 用化妆棉去使用的 然后下一个 要说的就是 La Perry家的 鱼子精华水 这个水就是 我觉得大家 应该也都不陌生 反正它也不便宜 我当时就是 想把这些买来 都试一下 人自己本身也好奇 然后想说 我要写文章啊 或者是拍视频啊 都可以用得到嘛 所以我就 好我就去买 然后这个水 也非常的经用 虽然大家可能说 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 口很大 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得到 就是它这个口 真的非常的大 它后来有出一个新的 就是可以那种 按压泵的那种 但是它俩价钱 又差了将近一倍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 反正同样的东西 你就自己用的时候 小心一点 然后这个水呢 我最开始用的时候 就是放在手上 然后这样往脸拍 后来剩了将近 三分之一的时候吧 我就想快一点 把它用完 我就开始用化妆棉擦 我真的发现 它们都是 就是用化妆棉擦 的效果会更好 那当然像 LAPER的这个水的话 就是 还是别用化妆棉擦 虽然我觉得效果好 但是因为我是 赶紧想把它用完 因为你用手拍 和用化妆棉擦 其实它差不多 当然这个可能 渗透力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太浓稠了 它这一瓶水当中 90%都是精华液 只有10%的水 所以它就是 用手拍也没问题 就是不用 就是浪费嘛 对吧 一分钱呢 也不能说一分钱 一分货 这把钱都不是大风寡 所以就是 善待它 然后它这一瓶 就是比较抗老啊 然后就是 去皱啊 提拉啊 紧致啊 就是它是主打的 这个功效 但是说实在话 这种东西都不是说 我用了 我就立刻马上 能立竿见影 就是不会不会 就是你要长久的使用 他们不说 打开这个盘子 就是你从几岁开始 使用你的皮肤状态 就会停留在几岁 那 我也没有说 就是全套的 往脸上用也没有 因为我就算买了 我也只是那种 用一用 用一阵 发现 它是这个效果的 那后来再用别的 然后再对比 就那种 那这一瓶用完了之后 我觉得它确实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就是让你的脸 变得很紧绷 就是 你像它是精华水嘛 我刚开始倒在手上这样 直接往脸上涂 尤其早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突然间有一种 让你脸紧了一下 当然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但也可能是 它真的有这种管用 你说它会去纹路 去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不会 那这一瓶 就是大家可以 就考虑嘛 我觉得它这一瓶 真的可以替代 很多那些便宜的 那种精华 就我觉得说 护肤品这种东西 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它贵 肯定是有它的道理 但是大家可能说 它都是品牌 就那个牌子的问题 对 它有这个方面 但你想它卖 假如说我忘了它多少钱 假如说它也是250 它品牌值 不能说品牌值两 好 品牌值两百块钱 它这水是50块钱 那你说那些50块钱的水 那它品牌值多少钱 总不能品牌 只值5块钱吧 那应该也不至于 所以我觉得说 它还是有它的差别 但我这个可能比喻 不是很到位 就给大家随便说一下 就是 我觉得这种水 还是值得买的 但它的缺点就是 它开盖要12个月 就用完 像刚才剩下的那三个 都是开盖24个月可以用完的 唯独这些是开盖12个月 我就是怕它过期了 所以就赶紧用 赶紧用 总体来讲 它水平好的水 会不会回购呢 就是还是会回购的 因为觉得真的很好 像我刚才介绍的 这四款水 都是我用完会回购的 那当然可能中间 我会想尝试其他的 我就会 如果要是有的话 就会一直去尝试新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回购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会把这四瓶 重新捞出来 就是接着尝试 我最近特别种草 那个蓝口的光 光什么水 光感水还是什么 就那个白色透明瓶 我觉得好漂亮 就最近看小红书一打开 就是那个广告 所以就特别喜欢 好 那我不说废话 就来一个比较 深一点的总结吧 那这个的话 就是保湿 选它 那你说 年轻肤质 保湿加那种滋润 就选它 那如果假如说 你说我只希望皮肤稳定 然后可以缩小毛孔 尽量平滑一些 你就可以选这个原生路 如果今天说你不差钱 然后就想要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那你就选了Perry 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你是25岁以下的皮肤 就肤质吧 我觉得就选这两个 就完全没问题 因为这个很耐用 这个很耐用 价钱又比较算是划算 那如果今天25岁以上已经熟灵了 就是可能大家工作了 然后也赚了一点钱什么之类的 就想要在脸上投资 那你就投资这两瓶 当然这两瓶这个是保湿滋润 这个有抗老提拉的功效 那你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我只是给大家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把我自己曾经想要看到的视频 或想要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因为像我之前买的时候 没有人发这些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我到底要买那个 等自己都买完了 用完了知道说 哦原来这几个就可以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边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如果喜欢可以帮我点赞关注弹幕 那就让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